在哥伦比亚的这座毒贩监狱,囚犯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得太死,因为夜晚是隐君子们嗑药自嗨的时刻,烟雾缭绕随处可见,风言风语迎绕耳边,通常这个时候这群人最为危险,他们神志不清,行为恍惚,而且还手吃凶器,如果不小心惹到了他们,可能你连第二天的太阳都见不到。 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哥伦比亚,是全球最大的可卡因生产国之一,其得天毒后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,非常适合毒株的种植和生产,以及药品的加工和售卖,这块风水宝地孕育出了多名享誉全球的大毒硝,其中最知名的便是被称为贩毒界首富的巴伯罗埃斯科巴,然而高高在上的毒硝大佬们倒是赚得盆满钵满,但绝大多数处在食物链底端的小罗喽,以及周边普通的平民, 却被毒害的不轻,专注军事解说,每天都有新知识,这里是阿龙探长,欢迎订阅,据统计,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格达,八百多万的总人口中超过27%,也就是二百多万人都处在全球贫困线以下,这里的谋杀率是美国的五倍,由科要引起的暴力事件发生率更是高居全球第二。 首都市中心,作为国际上的脸面,自然说得过去,但在周边仅几公里外的平民区,到处都是破壁残垣的房区,躺平等死的的穷人,以及靠嗑药和犯罪苟且偷生的瘾君子,庞大的贩毒产业链,让普通群众民不聊生。 为了制衡这群穷凄恶之徒,当局政府专门建造了这座,名叫哥伦比亚毒贩监狱的惩戒中心,眼前这个名叫杀起马的记者小哥,打算以囚犯的身份探访一下里面的可怕之处,坐在囚车上的他,还未踏进监狱,就被眼前的建筑震撼到大吃一惊。 整个监狱的造型,与其说像一座混凝土建造的堡垒,不如说更像个关押着上千名活人的方形棺材,里面共设有六个牢房区,一个狱警的执勤区,以及一座多功能大楼,牢房区的中央,是一个较为宽敞的露天操场,这里是囚犯唯一能见到天空的地方,新人入狱,是最容易流入违禁品的途径之一。 虽然知道防不胜防,但狱警们还是例行公事,对杀骑马进行了全方位的搜身,包括检查随身物品,以及脱衣搜查等等,这套流程看起来严厉,但实际上,与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些,要做X光全身扫描,甚至要指导黄龙的手段相比,简直就是小打小闹,搜身过后是全方位的入狱体检,这道工序非常重要,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囚犯的生死,更会影响到狱警的安危, 稍有不慎,一个传染病被带了进来,整座监狱都要被一锅端搜身过后,杀骑马来到了他的牢房区,眼前这座形似棺材的建筑体,就是这座哥伦比亚毒贩监狱,1800多名囚犯的常年住所,和他们打交道的格外小心, 因为这群人中超过80%都是瘾君子,别看他们平时很正常,一到夜晚的自嗨时刻,或者停药后的挣扎时刻,一个个都会变成张牙舞爪,神志不清的残暴恶魔,对他们来说,钱和药就是生活的必需品,可以不吃饭,不喝水,但药绝对不能停, 杀骑马今天要住的地方,是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四人间牢房,牢房的环境还算说得过去,但杀骑马刚踏进房门, 为首的一个名叫特林普的囚犯,直接开门见山,就像他索要二百匕所的保护费,不给钱的话,就用匕首教他做人, 特林普说,我们这儿的规矩向来如此,正所谓破财消灾,乖乖交钱,服从安排就没事,否则,就算今天我不捅你,明天也会有别的囚犯来捅你,每天的夜晚时分, 是整座监狱最骚乱的时候,玉京只要保证无人越狱就可以了,除此之外,基本不会插手犯人的睡觉时间, 而每到这个点,囚犯就像憋了一整天的烟鬼,拿起药品,开始疯狂进食, 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,杀骑马紧张到整晚失眠,因为睡在他旁边的狱友,一个晚上就起来了三次嗑药自嗨, 而且还手吃匕首,张牙舞爪,风言风语,他整晚几乎没合过眼,生怕对方一时失控, 走过来给自己捅几刀,早上六点,是监狱规定的起床时间,囚犯们也陆续走到了中央广场区自由活动, 犯人的一日三餐都由监狱统一配置,负责做饭的厨师,也都是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囚犯, 监狱在伙食方面人性化很多,今天的套餐是油炸土豆块,香煎鸡腿, 白米饭和一碗绿豆汤,荤素搭配,营养均衡,由于这里没有固定的餐厅, 所以厨师们需要把做好的餐食装进套餐盒,然后推着餐车, 逐一把劳犯送到囚犯的手中,如此贴心的服务, 在这座遍布毒贩的监狱里算是相当奢侈了, 白天的时间,犯人们相对自由,为了打发寂寞无聊的铁窗时光, 他们会自发举办一些休闲娱乐的活动,比如两个人弹弹吉他, 下下棋,或者多人一起踢踢足球,有信仰的教徒们还会组织聚在一起, 歌颂一下耶稣经过了短暂的相处。 沙奇玛发现,昨晚还在用匕首威胁他交钱的特林普, 内心深处居然是个软汉子,他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的主要原因就是贫穷, 而自己作为产业链上最底层的小角色,要么玩命赚钱,要么替罪蹲监狱, 看到这里,有小伙伴们可能会问,囚犯们如此肆无忌惮, 狱警们真的不管不顾吗? 事实上,监狱在管理囚犯方面,一贯奉行的是不彩虹线。 轻松自有,一旦越线,送入地狱的惩戒原则, 眼前这间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牢房, 就是这座哥伦比亚独贩监狱用来惩罚囚犯的禁闭室, 里面阴暗潮湿,而且空间非常的狭窄, 除了一个水泥砌成的床铺和一个不锈钢马桶之外,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,属于标准的家徒四壁风格而墙壁上。 来自各位前辈们的涂鸦,更是增添了几分阴森的感觉, 记者杀骑马刚在里面待了五分钟, 就感觉被一种莫名的压迫感,压到喘不过气, 而一般被关到里面的囚犯。 禁闭时长都是一个月起步,想想那该有多么的绝望。 当然,能有幸被关到里面的人都属于囚犯里的刺头, 包括在服刑期间,挑衅狱警的,恶意打架的, 破坏安全设施的,以及私藏枪支弹药的, 遇到不服从管教的人,狱警会三五人成群, 用警棍和防暴盾牌把他们制服得死死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由于监狱里80%的囚犯都是瘾君子, 为了防止他们因为停药而聚重暴乱, 所以对在被地里嗑药的犯人, 狱警们一般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。 但这并不代表监狱没有搜查手段, 360度无死角的监控, 配上经过特种训练的缉毒犬, 能保证监狱对违禁药品的流向实时掌控。 另外,考虑到囚犯出狱后的再犯罪率, 监狱在改造囚犯方面也是煞费苦心, 犯人的日常表现都被狱警打分在案, 表现良好的能获得在监狱工作的机会, 包括扫地、拖地, 以及运烫衣服、缝纫等等, 与囚犯自发的劳动不同, 这些工作属于妥妥的体制内工作, 他们不仅能获得劳动报酬, 更能在减刑假释上获得优先权。 甚至出狱后, 还能得到监狱的劳动推荐信, 今年65岁的金科拉, 就是车间缝纫机上的一名工人, 他曾是全球最大贩毒集团, 洛斯·哲塔斯邦的成员, 不仅身背五条人命, 走私过的药品, 更是高达上千公斤, 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, 金科拉现在已经觉悟了很多, 他说,待在这里就像在赎罪, 自己的灵魂也在一定程度上释然了很多, 监狱允许囚犯的家属, 每个月来访一次, 而且允许对方在指定的牢房过夜, 特林普的妻子马沙基, 今天前来探望他, 两个人刚一见面, 就立马拥抱在了一起, 虽然感情很炙热, 但现实却是一道难过的坎, 因为特林普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, 而截止今天, 刑期才过了不到两年, 也就是说, 马沙基还需要在空手归房长达13年, 每当想到对妻子的愧疚, 特林普的眼角总是勤满了泪水, 但他别无他法, 除了在监狱里努力改造, 以及盼着妻子不要出轨之外, 他没有任何多余的选择, 监狱的生活凄惨无比, 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,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, 如果让你自费800块钱, 给你拍一照, 让你写遗书, 再给你举办一场葬礼, 最后把你钉在一口棺材里躺10分钟, 感受一把身临其境的死亡体验, 你愿意吗? 在韩国一项名叫死亡体验馆的付费项目, 正在封你全国, 虽然听起来很诡异, 也很阴间, 毕竟哪有人会无聊到花钱找死, 但意外的是, 选择付费下单的人, 不仅人数众多, 而且连预约都经常排到半个月之后, 并非闲来无事, 人傻钱多, 而是因为无法忍受高强度的生活和工作压力, 想要通过一些看似极端, 却又在安全范围内的方式给自己解压, 而死亡体验馆便是诸多解压方式中, 效果最为显著的一种, 整套体验流程庄严且严肃, 首先, 工作人员会带领顾客排队到照相处拍摄遗照, 遗照的款式有统一的标准, 16寸黑色木质边框, 黑白渐变的底色, 再配上八字形的黑色补花和黑色绸带, 瞬间就能把仪式感拉满, 趁着打印照片的时间, 一位灵魂讲师会给大家开一堂50分钟的心灵讲座, 呼吁大家真爱生命, 远离自杀, 紧接着, 工作人员会把夹着遗照和遗书的文件夹逐一交给顾客, 并给每个人派发一件兽衣和一盏长明灯, 随后, 在一位阴间使者的带领下, 所有人排好长队, 绕一条固定的山林线路走一圈, 象征着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, 最终来到所谓的墓室, 墓室中早已为每个人备好了一口棺材和一张木桌, 大家要看着自己的遗照, 在棺材旁边用笔写下人生最后的遗言, 在周边哀悦和灯光氛围的衬托下, 有的人奋笔疾书, 生怕遗漏任何心愿, 有的人痛哭流涕, 深刻怀念自己的亲人, 还有人已经双目呆滞, 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肉身, 遗书写完以后, 牧师会开始最后的祷告, 此时顾客得听从口令, 慢慢躺进棺材, 工作人员会用白色绸缎绑绑住他们的双手和双脚, 这是韩国葬礼上的传统做法, 最后棺木会慢慢闭合, 工作人员还会象征性的用锤子击打几下棺材的边边角角, 让顾客以为棺材被钉死, 十分钟寂静地等待之后, 棺材被缓缓打开, 灯光也渐渐亮起, 大家慢慢站起身来, 齐声鼓掌, 感谢自己获得了重生, 经历过由生到死, 在由死到生的短暂轮回之后, 大家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也被排解了一大半, 除了自费体验死亡之外, 在韩国自费蹲监狱, 居然也兴起了一股社会潮流, 客人只需花18万韩元, 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, 就能体验到被警察逮捕, 求车押运, 以及关进牢房等入狱的一条龙服务, 囚禁的时间为两天一夜, 地点为一处偏僻山林中的私人监狱, 手机要全部没收, 牢犯也得按囚犯的标准来配置, 牢房是一间只有5平米的狭小空间, 抛去马桶和洗脸池, 能用来睡觉的面积更是小得可怜, 然而, 就这么封闭和压抑的环境, 却有非常多的人, 争先恐后的要交钱入住, 甚至还有许多公司的老板, 把他当作员工福利, 请所有员工组队体验, 其实, 和死亡体验馆这个项目一样, 蹲监狱也是韩国民众, 面对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, 寻找到的另一种解压方式, 这座监狱位于韩国的洪川郡, 创始人是一位10年51岁, 名叫Kuan的律师, 事实上, 他本人并不缺钱, 年轻时早已通过在职场里打拼, 实现了财富自由, 但正是由于常年处在高压的工作状态, 他深知压力造成的精神抑郁给人带来的伤害, 于是, 他大手一挥, 赤字17亿韩元, 折合人民币900多万, 在一处幽静的山林深处, 建了这所解压监狱, 刚建成不久, 他对这个项目也没抱太大的盈利期望, 但没想到, 短短几个月之后, 而且是还没做过任何宣传的前提下, 就有大几千人通过人传人的口碑效应, 慕名而来, 这些人中, 大部分都是企业中的基层和中层员工, 以及正在上学的学生, 韩国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学业压力, 导致全民内卷严重, 尤其是职场和学校最为明显, 对他们来说, 这座能短暂与世隔绝的监狱, 反而是他们逃避社会的幸福场所, 里面的关押手段, 几乎和真实的监狱别无二样, 内部总共有三层, 隔断出了56个房间, 一楼为入狱大厅和行政办事处, 二楼和三楼则是客人的牢房, 入狱前该有的仪式感也都有, 大家要换上统一的球服, 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全部上交, 进入牢房后的一天一夜都不准出来, 第二天的下午才允许出门参加一些解压活动, 事实上没有了手机和电脑的羁绊, 这些囚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, 反而觉得收获了久违的自由, 正所谓身体在监狱, 灵魂在天堂, 他们会面对窗户, 自发做瑜伽, 或者凝神冥想, 把心中的烦恼和压力统统放空, 这些看似很阴间的项目, 之所以深受欢迎, 是因为韩国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自杀危机, 职场中十分内卷的工作压力, 以及学校里高强度的学习压力, 导致上班族和学生成为了抗压失败, 而易于自杀最主要的群体, 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, 韩国平均每天都有50人因各种原因选择自杀, 自杀率位居世界第三, 仅次于桂亚纳和斯威士兰, 这两个国家, 一个位于非洲, 一个位于南美, 都属于全球贫困国里的贫困国, 也就是说, 韩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, 比美国和日本的两倍还要多, 别人都是穷到吃不起饭而自杀, 但韩国的民众却是先有的, 压力大到主动自杀, 眼前这座位于韩国首尔的马浦大桥, 便是一座人尽皆知的自杀大桥, 这座桥不仅是连接马浦区和永登浦区的交通要道, 更是连接人间和地府的灵魂通道, 每隔两三天都能从监控画面里, 看到许多年轻人从桥上一跃而下, 选择轻生, 有身着西装的打工族, 有感情失败的家庭妇女, 甚至还有考试失利, 被老师和家长打骂后的学生, 为了防止人们想不开, 从2012年开始, 政府就在大桥的护栏上, 每隔五至十米, 贴上了正能量的标语, 比如多想想你的妻子, 多想想你的孩子, 多想想你银行卡里没花完的存款等等。 感谢观看